雪中不要走 讓我脆弱一分鐘 要多久才能習慣被放手 馬克被空了 暖暖的溫熱 卻還在我手中停留 誰也不要走 應該是一種奢求 可是我只想握緊你的手 我寧願等候也不願錯過 你對我微笑的時候 還是願意用盡全力 僅僅為了一個以後 哪怕生命並不溫柔 哪怕被幸福已在反駁 也要相信傷痕累累 其實只需再捉摸 能讓你委屈一了的我 遇到我 哪怕生命 剛剛正方便有激情的控訴 大学恋爱如果是选修课 太不公平了 而且她还抨击了 学校的选课系 说好早上八点运营 八点你准时登录进去 你发现你想选的课程 都已经选完了 这就像你喜欢的那个女生 大一的时候她跟你说 今天我不想谈恋爱 大二的时候 你再去恋爱 发现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校园里面 最优秀 最抢眼的 男生和女生 就像是最热门的选修课 名额有限 竞争激烈 既然名额有限那公平起见 学校是不是应该搞一个 选修课的随机分配 于是 你打开自己的课程表 理科生 发现自己的课程表里 多了一门普利策 与费罗斯托 文科生 发现他自己要去上 从宇宙到夸课 这倒是真功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学的课程的名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大学恋爱 真的是必修课 那美好也别来着 大家为了顺利毕业 无论如何也必须找个男女朋友才行 哪怕对方不好看 性格差 脾气大 你也不能分手 为什么 因为 你和他谈了分手 你就没办法顺利毕业 这得是怎样一种人间惨诀 上人 识之无谓 下人 气之重修 横批 你猜猜是什么 你能不能发挥 惨绝人哗 好 啊 对 我想 那我 我 好 我有已经 操 humid 三尾 三尾 四尾 三尾 喂 您好 我在五八同城上面看到你们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我进去拿箱子吧 过来来来 用不用我帮忙 不用了 陆飞哥 陆飞哥 我是清清 不是说怎么怎么喜欢你吗 这才几天呀就找到夏家了 开始新生活对她来说是好事 真想一盆洗脚水倒下去 清清 要搬走了 清清 你不都看到了吗 这房子是路 她帮我租的 现在我们分手了 我当然应该搬走了 清清 这是你朋友啊 你好 我帮你搬啊 搬走也好 彻底走出来 开始新的生活 我知道你们讨厌我 现在我搬走了 你们开心了 你想多了 我们都不讨厌你 但是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们两个 局势无双的好朋友 你们最特别 最默契 最合拍 你们连婆媳问题都没有啊 那你们就应该一直担着 为什么要出来祸害别人 是 我吃醋 我嫉妒 我就是小心养 我不懂她 我不包容她 我根本就不配喜欢她 但是你呢 你又算什么 为什么我只要对你 有一点不满 我跟你有一点比较 就是我自不量力 我来破坏了你们的关系 好像我根本就不配 懂得你们之间的崇高友谊 什么友谊啊 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你骂过了没有 有一些东西你不理解 不代表它不存在 我跟陆飞的关系 不需要让任何人解释 你笑什么 静 静静 那边弄弄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 你根本不懂她怎么想的 她的秘密 我也不会跟你解释 怎么了 她惹你生气了 她是谁啊 你认识吗 前面的朋友 朋友啊 再见 是谁啊 是谁啊 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她不吃自己的同类 什么个 你啊 我知道 走 行 走 撅 撅 撅 怎么了 不怪清清有点深恨 帅哥呀 毕竟是稀缺资源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我跟你太熟了 认识你太早了 要是我遇到你这样的帅哥 我怎么也不得过去 要个电话号码什么的 最不济 我也得拍张照片 我追个一公里什么的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可怕 我还不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啊 对于这种不熄自黑 还要把你逗笑的朋友 你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知道吗 可惜呀 为什么熟悉 让我爱你变得这么艰难 有水果吗 清清说 你不是我想的那样 还有什么清清知道我不知道的秘密 快说 好朋友应该是无话不谈的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呢 看清清那古怪的表情 我一直觉得你是草石器 你该不会 是肉石器的吧 你那葡萄都没洗就吃不下得定 我发现你的前女友们 都挺会掉人胃口出体目的 前有马铃利假设 后有心经经猜想 这什么呀 你跳得跟个蛤蟆似的 一戳一蹦的 你才像个蛤蟆 说 滚 说不说 滚滚滚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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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什么 说 说 我说 不好意思 都没认出来 明天真漂亮 恋爱是一场心理战 让她先对你动心 勾起她的好奇心 乌龟园主 谢谢 上次你送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 今天你还亲自把这个送过来 主动 是她表达好感的方式 不管她是铺垫感激的情绪 还是找还人情的借口 目的只有一个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请吃饭 尽量别让她顺心 努力让她挂心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晚上有约了 要不我们下一次 没关系 下次我提前约定 欲擒故作 得不到的小手 挠着她的心 无为而知 勾引 牵引对方不如你的陷阱 那你 我们加个微信吧 下次方便联系 好啊 撒好吧 下次有婚姻吃饭吧 下次有婚姻吃饭吧 那我先告辞了 再见 对 加上微信了 她先问我的 漂亮 怎么一张自拍都没有 一条和生活相关的字报都没有 我 我 这是什么朋友圈啊 叫朋友还是上专业课 她是怎么评价我今天的形象 气质 还有我的个人魅力的 没有 这说明她不是一个以冒群的人 好 你开心就好 现在脸也用完了 该走心了 都四个小时过去了 她怎么还不给我发微信呢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过程啊 女人太坚强独立之后 就会不自觉地有两副面孔 第一副面孔是我不需要男人 第二副面孔是看不起男人 对不对 我拿两碗 我控制自己控制得非常得体 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拥有可怕的 傲人的自控力 等很久了吧 不好意思 他们只是同学 他们是在讨论学业难题 他 肯定是女同学遇到伤心事了 他好心安慰同学 你到现在还在以自我闻中心啊 现在是你追的别人 你能不能疯了下来一点 你现在一切要以MASI为中心 他喜欢什么 他需要什么 投其所好 你会不会是搞服务行业呢 认命吧 乙方 对啊 衫月��은这 challeng官 Qualcomm 是的 你不是 danse 的人听着你是人edayko吗 瘟 IPO 这是不能断 我觉得不 hé și 准备你看哦 他有女朋友了 Pinterest 你少喝点吧 你酒量行吗 我说了我上大学就跟他表白的 但是她有女朋友了 你别这么喝了 会醉的 我还没有尝过喝醉的滋味呢 喝醉就什么都记不住了 你白酒给我 你给我 小姑娘 那是我们的酒 不好意思啊 这瓶是九天算我们的 你别喝了 行啊 送你去室舍吧 走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知道好可爱啊 我好喜欢你 我也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狗狗 我就喜欢狗狗了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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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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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你 你喜欢你 我喜欢你 怎么了 大晚上也有出来喝酒 修哥 有件事 还得麻烦您帮忙 我托我大学老师 在医美找了一份护士的工作 我不方便说 麻烦您告诉医生清清 但是千万别说是我干的 后路都给人家安排好了 你这么关心人家 那去回家多好啊 她毕竟是因为我才辞职的 我能做得也就值得这么多了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说清清 年轻 漂亮 那么喜欢你 什么都听你 问题是人家不嫌你穷啊 这狗屎运 多少男人羡慕还来不及呢 你还非不要 就喜欢你那个同学 每次接到你同学电话 微信 你看看你 就跟那地里等着收割的野韭菜一样 都笑成花了都 你是跟人家表白了没 属于单相思 还是表白了被拒了 算是没说过吧 那赶紧说呀 使劲怼呀 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说了 只能让关系变得更复杂 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跟他的关系 变得奇怪 变得尴尬 这种情况 全是借口 男人不敢表白没有别的 就是自卑 怕表白了人家再也不搭理你 我告诉你 男人没钱没权没地位 那就是没有自信 今天趁着酒劲 我给你下点猛药 女强男弱 你没写 趁倒死心了 我倒是想死心 我倒是想死心 那我现在这样 不就是连死心都做不到吗 我先说第一句话 不过年过节的 发不了这幅短信 从不能说过冷笑话吧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得拼命挣钱 拼命挣钱 你知道老哥我上来越计之城吗 你知道老哥我上来越计之城吗 小大小的我不算啊 五个全口罐 你再看看你 这么长时间了在全客趴着不动窝 补一个牙三百 你陪着俩小时 小孩结牙三小时 你陪人一下午 心理医生 儿童医院 人家每小时收费都比你多 不是 你口碑好 预约多 有什么用啊 除了主任口头表扬你两句 你得了什么了 我告诉你 如果私立的医院 都和你这样的大夫似的 早就配本关门了 那么工作的价值 也不能只用钱来和来 如果你每年税后的收入在百事来万 你还会站在你同学面前 不敢开口吗 就是因为你没钱 所以你不敢开口的 你要是有钱 都不用你开口 你同学上赶的追你 我就把话撂在这儿 他不是那样的人 时候也不早了 打个车送你回去吧 老板 结账 现在的女孩子太现实了 你知道吗 太聪明的女孩子 不是给咱们普通人准备的 但是给那 有野心的男人准备的 那属于高配 你比如咱们男人都喜欢车 好车 一是你得买得起 二是你得养得起 像这种经济适用车 人家看不上来了 你 明日我帮你请个假吧 好好休息 好 师傅 来 来 来 带给我信啊 来 来 来 这么郁闷 不是说不喜欢青青吗 难道失去方知珍贵 来 美女 看房 哥 早上好啊 早啊 之前房东押金 一直没退这个事 我一直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没事 都是这样合同办事 要不说就搁宁大度呢 从来不计较 这附近房价都这么贵了 是啊 两居室的都四五百万了 大户型的都要上千万 哥 您要买房啊 预算多少 要不我给您推荐一下 虽然是二手房 但是开发商去年才建房 等于就是新房了 我再也不想在北京租房子了 我也不想再搬家了 我一定要属于自己的房子 你的意见呢 我能有什么意见 你决定就好了 可是现在我爸妈不同意了 他们觉得我贷款一百五十万 简直就是疯了 顶着这么大的生活压力过日子 就是自讨苦吃 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划开公金金 我每个月要还六千块 我爸给我算了一笔账 我现在那个月呢 挣钱不到八千块 这样下去 我连月光族都换不成了 还不起房子是小事 关键是房贷还不上 你还把房子收走的就是大事了 确实要考虑风险的问题 你现在研究上刚毕业 工作还不到一年 在咱俩前 让首付多一点更好 错 你们都太天真了 我咱首付的速度 追得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吗 虽然我现在贷款多 但是我的收入每年都是增值的 房价也在不断地增长 压力呢只是暂时的 等过几年我的收入翻番了 这点月光对我来说 就是猫猫语 行 买吧 你倒是痛快 痛快的不是我 是你 我说一句 你有一万句在后边等着 自己那么喜欢 你问我建议干什么呀 买就行了 还是你最了解我 到了 就是这儿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看看我这房子 涨了多少了 我是不是特别英明生 睿智伟大 你是时代的弄潮儿 你别再租房子了 跟我一样 买个二手房吧 你就上那个五八同城网 这个网站特别好 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房源 而且经济实惠又靠谱 你就买一个学区房 将来孩子上学的问题 都解决了 我房东大爷对我挺好的 我不想退错 我这么成功的一个案例 摆在你眼前 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钱不够 可以咱们凑一凑吗 再不行去跟家里朋友借一借 连首付都要借 那后面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有压力才有动力 才有努力工作 挣钱加盘的紧迫感 你以后 不要每天只看七个病人了 你们所有的领导 怎么能同意你这么没有进取 新的要求啊 每个病人的诊疗时间 最起码要一个小时 如果遇到小孩的话 情况就会更复杂 你不觉得你的工作 特别特别无聊吗 牙的问题 它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周 你不觉得你每天的工作 都是在重复吗 不啊 每个病人口腔具体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就拿补牙来说吧 它又因为取齿造成了 好了 好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 每天看到不同的牙口 就像见到不同的女朋友一样 开心的样子 对我来说 牙它就是长得再奇葩 它也不过就是牙 它永远长在嘴里 长不到鼻子里 没有新鲜感 没有挑战性 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把自己熟悉的工作做好 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没有 对我来说 就算当季再畅销的鞋 再漂亮的数据 也远不如下一季的爆款 下一季漂亮的数据 更具有心理 只有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刷新记录 不断地挑战自我 才有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终于明白了 终于明白人生的真谛 在意突破自我和挑战自我了 终于明白买房子要趁早了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上高中那会儿 你看见数学老师出来 给我们来说 然后给我们说 让真联系 不断地 我们说 不断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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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总 漂亮吗 总经理说把办公室的环境搞得好一点 谢谢 我先忙了 嗯 当爱情来临时 一定会有鲜明的症状 化老症 生活里发生的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都想第一时间跟他分享 但还是应该知道 分享 和打扰的区别 他如果感兴趣的话 会点个赞的 有瘦了 多吃点 修哥 上次你跟我说 你和朋友在外边开了个诊所 我刚交的辞职报告 有什么想法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们那儿 还缺人吗 缺呀 我们那儿特别缺大夫 你要来的话 那太好了 你看 证词 考词 随便你挑 你要是都能做那更好了 我是全科 我们那儿不讲究这些 那不行 我是全科 行行行 全科 结呀不呀拔呀 做行了吗 另外我跟你说啊 在这儿 别闲着 小陈 那个给我们陆医生啊 从现在开始 多排病人 什么每天只有七个病人啊 我们陆医生要开启 奋斗人生 好嘞 咱们陆医生 连不太上进的毛病都改了 现在妥妥的完美男人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不抓紧 那人家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真 喂 你看到我跟你发微信了吗 你在工作啊 还没吃午饭啊 吃过了 那你干嘛不回我呀 那你为什么突然关心我吃没吃饭啊 我可不是关心你吃没吃饭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我给你发微信了你不回 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没有转型 好 我的朋友全让你不点赞 不留言也就算了 我现在都主动找你了 你也不回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是失恋了吗 看把你个高冷的 你心情不好 我心情好得很 我现在在说你 大半夜喝醉酒不回家 后悔分手了 当初想什么了 我没有 在我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装的呀 虽然我很不赞同你这种 掰开膀子作死的过程 我作 作得很呢 人家清清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来电 人家走了你来劲了 清清呢虽然现在已经有男朋友 但是如果你真的放不下呢 可以把他给追回来呀 你不要这种 每天愤世急促的眼神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的 我真的很看不惯 我哪分世急促了 不就是没回你一个微信吧 怎么那么多事啊 不不不不 这不是一条微信的问题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这个关系到你的为人厂事 关系你的爱情观 关系你的价值观 我现在不能跟你聊了 我这里进电话了 只要个时间好好跟你说 我们都不时想要离开 我们真的不怕 不是 我们就拿来 我们都放水吧 我们就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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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拿去 你就吃那个 你在啊 你胃不好 别吃凉的了 我给你煮点面吧 不用了 反正我胃口也不好 你不用管我 就当我不存在 马桶呢 给你说啊 我不跟你抢 你失恋了 你最惨 这也能扯到我头上 不敢面对 选择逃避 失恋就是这么伤人 我懂 你跟丁云啊 不想提 没意思 恋爱有什么劲啊 对啊 尤其是暗恋 太无聊了 不仅无聊 简直无趣 天天拿这个破手机 能看出什么呢 发什么红包啊 刷什么朋友圈啊 浪费生命 这种生活其实特别无聊 人生没有任何追求的时候 才会搞这些小动作 太乏味了 格局太小 他发朋友圈了 新求赵 好新奇 我才刚刚吐槽过他的朋友圈都是商业新闻 他就发自己的紫牌 干嘛 这么考虑我的心情 所以 这些都是你的功劳 也不能这样说 可能我们 是心灵相惜 名字解释 误读证 做一些自以为事实际上却非常牵强的联系 并强行称之为缘分 新求赵 好新奇 我才刚刚发完朋友圈 你就发 这么巧啊 谁不知道 你的朋友圈 半个月才更新一条 他的手机最后四位是8008 我的是1008 这你都看不出来 我 笨死你 都有008啊 缘分 喂 喂 小妮 给我电话 什么朋友 怎么这么早来了 你好点了吧 本来就没事啊 别逞强 我家马桶都出卖你 我知道你很难过 昨天的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 我也不知道清清 这么快就找到男朋友了 虽然是你先耍了他 但是难过确实是不分主被叫的 那天他离开就是在这儿 你在楼上目送他 那忧伤的小身影 失落的小脸庞 灿然的小眼神 别扯了 我站那么高你看得见我眼神 我猜的呀 实在难受咱们就去喝酒嘛 上车 我 我有事想跟你说 那个 我想让你帮我介绍个网球教练 速成的那种 不竟然下了班就要去上课 没有点学无止境的心 怎么征服雪白 是 他给我发微信了 天哪 他给我发微信了 他给我发了个早上好 他为什么要给我发微信啊 肯定是因为昨天晚上 我给他点赞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该给他 为一个什么微信啊 我一定要跟他说 早上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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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一样的 太没有深度了 发什么事 太公事公办了吧 人家没有找我 人家只是跟我说一句早上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微信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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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做做了 我该怎么办 你说他发一个早上好 你要我怎么回啊 你快 你别愣神 你快帮我想想我该怎么回 我爱你 你别愣神经病 回啊 我爱你 神经病吗你 这不是你心里话吗 我心里话我现在就要说呀 这是我跟他第一次发微信的 人家给我发了个早上好 我就跟他回去我爱你 我想怎样 偷他一样很假呀 神经病 再说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 我对他到爱的程度了 我对他只是喜欢 仅此而已 喜欢 你 要不就发个简单点吧 你帮我发一个微笑的表情 你快点 人家都等着急了 再加一个小泰雅 等等等等 别着急 别着急 再加一杯咖啡 就是冒热气的那个 别犯错了 三个 送你三个表情 够了 发了吧 我提示音的 你拿着呀 问人家回过来 你看不到怎么办呀 你看不到怎么办呀 跑完了吗 我提示音的 造谣着 爱情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侦探 太过擅长解读对方的每一个自觉 放大每一个细节 定格每一个表情 来引发一场自己内心的情绪暴满 我看这点路 它撞了 我看着呢 网球哥帮我取消吧 我今天不去了 还有 把我电话号码直接给教练 省得你在中间折腾 不是 他要我吃饭 拜拜 拜拜 太不香花了 时间地点都是你订的 你给我晚了一个小时 没有来一个电话 一条微信解释一下 哪怕找个借口呢 为什么要坐到这里干等 热水加了三次 补妆补了两回 比你晚来的隔壁桌都翻台了 你没看到服务员看你的眼神 充满了鄙夷和同情吗 站起来 走 偷也不会 好 爱情电影我喜欢 怦然心动 这个杀手不太楼 烦恼缓通 相爱十年 都没关系是爱情 练练笔记本 看完之后 舞在被子里哭了半个多小时 就选择了一个人 就会一直选择他 似水年华 是黄磊早先导演的 特别纯粹的爱情 也夹杂了很多遗憾 我最近挺喜欢看那个 前任三的 我觉得他那个里面故事特别真实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 可能就像《喜剧之王女》那样 最打动我的那句话就是 既有星爷说的 能不能不去上班 那早把这说 不上班你养我 现在说 我养你啊 可能有人说我在讲老梗 但是我觉得那一段 真的很质朴的爱情 男人对一个女人说 能不能不去上班 能不能别走陪着我 就只是喜欢 但是 男的说到我养你了 那就是爱情 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 像电影你们那样 能碰到一个 能让我由衷地说出 我想养你的那个女人 这是我的真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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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完美为过路爱愿 努力维护深情平衡 每闻一个吻 流泪一勾声 聪明那年值不值得 原谅了冒险一春时刻 感动的欣赏美丽人生 很值得抱睡得好拒绝烦恼 一个人把日子活得很渺者 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 都决定爱自己就好 天之道地之道求自己不知道 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 Lalala L.O.L.I. 愛心來不找規矩 最能溫溫 最最最L.O.L.I. 要幸福就不留情 向前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